二十四级令谷的创立与历史渊源使我感受到了其身后的文化底蕴 它不仅是一项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艺术 更是一种凝聚了百年教育历程和校园精神的文化符号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 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显得尤为重要 二十四级令谷作为一项传统文化艺术 其身后的历史与文化底蕴 能够为人们带来深刻的思考与启迪 也可以激发人们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 我作为一名学生 我也应该珍视并积极参与到这项传统文化的传承中来 通过学习和参与二十四级令谷的表演 我可以更好地了解和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也可以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 这篇文章主要讲述了作者的母校举办百年校庆的盛况 其中以二十四级令谷表演为亮点 文章介绍了二十四级令谷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以及谷队的创立和发展历程 此外 文章也表达了作者对母校和二十四级令谷的深深感慨和自豪 什么是二十四级令谷 它有什么历史和文化背景 二十四级令谷是我国的文化遗产 由陈辉重合陈在番创立 并根据中国二十四节气命名 二十四节气是古式农耕时代的时间表 农作物需要遵循使令的变化规律 因此节令谷的几个基本动作 都与农作有关 例如插秧 割道 唐米 欢庆等 二十四级令谷是没有谷谷的 只要在拍子里找到自己的感觉 就可以设计各种动作 二十四级令谷在作者的母校是如何发展的 作者的母校在二十年前就创立了二十四级令谷谷队 初期 谷队在荒志的教员宿舍里训练 还因水患而被迫解散 走入低谷 在全校师生的坚持和支持下 谷队得以浴火重生 不断提升谷义 迄今发展良好 文章主要表达了什么 文章主要表达了作者对母校和二十四级令谷的深深感慨和自豪 同时也介绍了二十四级令谷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以及作者母校谷队的创立和发展历程